上个视频我们有聊说一些不正确的自我安慰的方式 那么有些人就很急啦 那乔老师你赶紧告诉我什么样的自我安慰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自我安慰方式是正确的 首先第一 你要寻找一个私密和安全的一个环境 缓慢而放松的进行 就在安全和放松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的心情才会舒缓下来 才可以静下心来不那么急迫的自我安慰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我锻炼的意识 不要为了发射而去自我安慰 把每一次自我安慰呢当成是一种享受一种锻炼 尽量的放慢速度 当感觉自己要发射的时候呢 闭上眼睛深呼吸 让那种感觉慢慢消退之后再重新慢慢的开始 第二使用道具尽可能的去模拟真实的场景 系统性的学习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的解决过早发射的问题 我可以按下来不过早发射程 我可以按下来不过早发射程